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大国的首领的待遇 而且对它有特殊的 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上传统上 中国就不断地给朝鲜好处 从它爷爷那一辈开始 中国给朝鲜基本上是大量的无私的援助 这种援助甚至让中国的老百姓的待遇 都远远比不上朝鲜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朝鲜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中国人 中国人那个时候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基本的功力都不能得到满足 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是以朝鲜为优先 除了朝鲜以外 还有越南 当然是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吃到的不是白糖 而是古巴糖 那么朝鲜那个时候 没有给我们什么好处 但是我们不停地要援助朝鲜 这样的包括地铁 当时北京一开始建地铁 地铁还没建成 朝鲜今日曾提出来 难不能给他们先建 所以周恩来下令 现在朝鲜建成了地铁 北京的地铁是后来才完成的 所以你看这个有点本末倒置 那今天呢 习近平又 怎么讲呢 就是这种历史的这种荒唐的 荒唐剧又重演了 对他进行了超规格的接待 而且给了他很多的好处 那回去没多久呢 这个金山藏到了甜头 又要来访问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他讨价还价的好时机 这个小流氓知道 在这个时候讨价还价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大连棒锤岛跟习近平见面 又狮子大开口 提出更多的物质 经济方面的要求 那习近平肯定 都是康国民之楷 大笔一挥 都同意 都满足 所以你看看金正恩的妹妹 那个在朝鲜 在跟韩国进行会谈的时候 在板门店 你看那个高傲的 那个冷酷的面庞 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眼神 看着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恶心 但是他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一脸昧笑 残笑 那个腰都攻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是专制国家 什么是共产主义 邪恶势力 这些首领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人品 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次在大连棒追导 就是整个进行封闭性的 这种安排保护 然后金三胖 一定是满载而归 得到了所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 等于是让美国 肯定是感到不满 虽然川普在推特上 没有公开的来抨击这个现象 但内心里面总是觉得 你中国在玩什么名堂 我说要跟他见面 你就不停的玩这种 私下里面会面的把戏 这不就是摆明了 两个人要共同对付我们 其实不仅是两个国家了 还有俄罗斯 所以我最近的一个分析 就是我说冷战新格局 或者讲新冷战已经开始 包括中国朝鲜俄罗斯 还有伊朗 那么这些四个国家 很有可能形成新的邪恶轴行国 到那个时候的话 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会遭受新的威胁和挑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专制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这样一个亲密的会谈 不会对东亚的紧张局势 造成和平方面的推进 反而会相反 会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 不确定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现在川普选择了一个第三地 而不是原来川普在推特上曾经说过 如果在百分店谈也很好 那也很方便 对于金正恩来讲的话 安全措施是没有问题 而且川普本人从来不惧怕 他认为他自己到平壤去 跟金正恩去谈都没有问题 但是美方的白宫 其他的一些幕僚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 选择这第三地进行谈判的话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 就是说跟前两个月不同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想我们是拭目以待 看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夏教授 这个世界格局确实在每天发生变化 已经92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再次赢得大选 并且再次担任总理 对于这一变化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马来西亚民众 对前任总理有相当大的不满 他们宁肯推出这位已经是年老 应该是进入到这个垂暮之年的 老政治家出来 可能找不到合适的 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来替代 我觉得是一个暂时的过渡 有点相当于这个 暂时做一个看管的政府手里 来选择一些新的 通过民意选举 然后选拔出更加新的 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接替 所以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网上的网友 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网友 跟我有单独的联系 他们在大选之前就忧心忡忡 说这次选举将会决定 这个马来西亚今后若干年的国民经济 和这个整个社会的状态 所以他们很担忧 深怕这个选举走向更糟糕的结果 但这次选举出来 结果出来之后呢 他们纷纷跟我联络的时候说 这次还不错 这个结果是他们比较喜欢的结果 但是究竟怎么样 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但是至少比原来想象的要好 如果要是选举结果是相反的话 那我想马来西亚的国民 会有更多的担忧 全部都会兽装 看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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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